iPhone 资料过机的方法一向有几个 其中利用iCloud 进行备份已经存在多时 但在以往,如果不货金, 购买额外容量,免费的15GB 基本无可能胜在大家旧iPhone 当中的所有资料 但在不久之前, 苹果正式推出临时iCloud 储存空间措施 等用户,即使在iCloud 容量不足的情况下 都可以利用iCloud 进行旧机备份的工序 首先,手机需要升级至至少iOS 15 进入设定 选一般,转移或重置iPhone 开始进行设定 再怎么继续? 旧机备份资料会在iCloud 存放21天 而最多可以多延长21天 之后只需要在新机的开机设定时 选择从iCloud 备份回复,就可以完成过机